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钱的男人随时能找到小二小三 有钱的女人随时能找到小白脸 没钱的男的女女也时常会遇到桃花运 在选择房子与装修房子时应该考虑这一点 选择房子时避开容易有桃花的房子 在装修房子时也应注意如何布局防止有外遇的风水 从命理学上可以看出一个男人的桃花五行 如果这个男人的桃花五行属于木 这样为了防止容易有外遇 这样最好不要选择绿化密度大的楼盘 房子的外墙最好不要选择主调色是蓝色绿色青色的 同样道理 如果男人的桃花五行是属于水 这样就不要选择水楼盘 墙子的外墙最好不要选择主色调是黑色深色的 一蝴蝶过墙 有些人将自己家中的墙壁上面设计成好像一个蝴蝶停在那里 有这样设计的家庭 你的老公就像是蝴蝶一样 心态也会飞来飞去 所以建议你把围墙改掉就好了 二左边太强势 从风水学的角度来看 左边代表男人 右边代表女人 如果左边太强势 就是老公会太强势 左边包括室内室外都算 左边强势的话受到感应的关系 住在这个家里面的男人 老公也会越来越强 或者越来越强悍 越来越大男人 不听老婆的话 三 装潢太过 所谓装潢太过就是把家搞成酒店一样 或者说是五光十色 进去给人的感觉很花 长期在这样的环境生活的话 心情一定不稳 老是想出去玩 这样一来老婆就管不住他了 厕所通常只有一个门 不是面着客厅 就是封起来的套房 但是有些人为了方便起见 会把它设计成两个 事实上这是很不好的一种设计 因为一个人在厕所的时候 也就是最隐秘的时候 有两个门变成你的随时要注意 两边是不是有人来敲门要进来 隐秘性跟安全感不足 老公当然就会控制不住了 在夫妻的睡房中放太多的花 虽然美观 但对情感有影响 因为花有催动情感的作用 尤其放到桃花位更是不好 所以房间内最好不要放的太过花 最好不要超过四盆 6.睡房既用老公的桃花五星颜色 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如果睡房用老公的桃花五星颜色 就等于老公长期给这样五星催忘命中的桃花 这样老公没有桃花才怪 如何留住男人心风水 女人也许会赢得男人的爱情 但只有聪明的人懂得去如何维护它 如何让婚姻在冲冲诱惑中继续下去 是有方法和诀窍的 除了加强自身的修养和品德 家居风水布局也能助你一臂之力 让你的爱情得到拓展延续 为避免有一天小三的出现 让你后悔莫及 还是要尽早行动呀 1.鲜花 鲜花很强的风水效应 它不但能给家居增添能量和活力 而且还能增强视觉暗示 使人开心愉悦 在风水中 养花容器的外形也很有讲究 不同外形的容器应摆放在相应的方向 方可产生良好的视觉暗示 如玻璃花瓶应摆放在房间的北部 锥形花瓶应摆放在房间的南部 陶瓷花瓶应摆放在住宅的西南或东北 球形花瓶应摆放在屋子的西或西北部 在家居风水布局里 最好避免使用干花 因它象征着没落和死亡 枯萎凋零的花朵 对人会产生不良的视觉心理暗示 必须每天进行养护打理 确保及时更换 二 会导致夫妻情感不合的床尾摆设 尖角对床 卧房是夫妻相处时间最多最久的地方 所以卧房内如果摆设太多尖角的东西 或有任何尖角雾气对着床 这会导致共处于此事的两人 钻牛角尖 口角正直不断 床对厕所 床头直接对着主管排泄 代表晦气的厕所 不用怀疑 夫妻间的相处 必然会就像厕所般 乌烟瘴气的三天一小炒 五天一大炒 床压梁 房内睡床若有压梁情况 横梁在中会把气分成两骨 构成两气从横梁直下 对睡觉的人 不管运势或情感都不利 进门建床 一进门就建到床 这样的睡床风水 让人睡得很不安稳 睡眠品质不佳 火气就大 夫妻互动 自然不良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什么意见或建议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